中子校方平行至落实真正社会责任 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服务学习至111学年度起 朝全面学分化发展 未来将不再办理零学分的服务计划 过去学生可以透过休息认证型课程 参加社团服务学习活动等方式取得服务时数 全面学分化后则统一经由选课系统休课 同时拿到服务时数与同事学分 去年我们全校学分化的服务学习已经占了76% 未来就是把还有一些跟校外合作的一些团体的服务学习 还有社团型也都变成课程化 我们这些全面课程化以后 他们必须要去选修 比如说社团而言要社团型的服务学习认证型课程 那只是说我们基于说大家付出努力 应该受到实体的一些回报 那所以我们朝向全面学分化来进行发展 针对日后的修法方向 校方于9月20日举办社会服务学习制度 未来发展工厅会 当天有许多师生到场参与发表自身看法 我觉得服务学习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必修的条件 它应该服务应该是出自于自己的热心 然后自主性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那服务学习是你虽然做了 但是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学到服务这个概念 其实很难去衡量 尽管大部分学生倾向将服务学习调整为选修 但牵涉到制度的更动 需要在服务学习课程委员会议中进行修法讨论 并经由更高层级的行政会议通过后 才能确定如何实施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必修 那如果学校真的有采取公厅会的意见的话 是有机会慢向选修化 那如果没有慢向选修化的话 我相信服务学习的制度也会比以前更好 就是至少不会是大家去做做样子或当免费劳工这样 我们会把公厅会就是同学的发言 叫请学校就是要做一个比较综合的考量 维持必修对学校其实是比较大的负担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 地方有需求我们去做服务学习 所以我们学校的立场呢 就是说坚持服务学习的这个制度呢 应该要维持必修 但是有很多就像你讲的配套措施 我们要先沟通 先协调 先做好规划 然后才能够来进一步的来实施 公厅会警卫收集各方意见 未来服务学习制度会如何调整 仍有待全校师生关注 中正一报刘家美 钟明轩中正大学报导 转发一下 明转发生